第904集 他们乃是燕云乱的守护者 不过平日间也并不是寸步不离 此时已经知晓来迟了 自然都变了颜色 你们说让我放我就放啊 叶凡并不在意 赶紧住手 放开云乱 两人向前冲来 我要是不住手呢 你如果敢动云乱 没有好下场 燕族不会放过你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了 叶凡直接打断他们的话语 碰得一直 点碎了燕云乱的头颅 就像拍碎一个核桃那么简单 我要杀了你 两个人脸色雪白 没有了一点的血色 心像是跌落进了深渊中 叶凡百无禁忌 什么圣地神朝都根本不拒 赶紧利落的就毕掉了燕云乱 云乱 姓叶的小子 你拿命来 燕族的这两人扑来 法思凌乱 壮弱疯狂 既然你们如此想念他 就一起追随他去吧 让你们团聚 叶凡将燕云乱的青铜战衣 还有天歌收了起来 两大高手冲了过来 骑士府中 一座秀丽的山峰前 两名年轻人犹豫不决 站在王腾的洞府外 不敢喧扰 一个平和的声音传出 谁在外面 进来吧 室门隆隆打开 一片阴韵灵秀 冲畜 五光石色 掀起缭绕 两个年轻人 紧张地走了进去 洞府中 一张悬浴床上 一个男子静静盘坐 长发浓密 五黑光亮 眼中有无尽的星辰在幻灭 深不可测 一人开口 见过王兄 声音有些颤抖 眼前这个男子比他的祖师 给他的压力还要大 王腾平淡地问道 你们有什么事吗 圣体 叶凡出现了 一个人 讲述了外面发生的事 可是 等了很久 王腾都没有说什么 这两人多是面面相去 王兄 我知道了 王腾 仅吐出了这几个字 根本没有去出手的意思 他用出了九蜜 以斗子局 击败了燕云乱 还有一个头佗 佛教暗自真言也出现了 其中一人说出这则消息 是吗 九蜜 王腾毛子幻灭 一条神光 从他天灵盖中冲出 一辆金色的古战车 隆隆浮现 神光化成一条 雄姿伟岸的身影 通体被贯冲天穷的金光笼罩 背负一口圣剑 如天地将士立身战车上 此外 在其周围 神光璀璨 有九条真龙 九只神皇 九头白虎 九只玄武 闪动玄芒 化成死相 将它环绕 带路 这尊神影一声轻和 震动长空 两个年轻人发现 他们立身在了战车上 早已撑出洞府 向天空飞去 两人不禁心颤 王腾的一道化身 就如此强大 立身在金色的古战车上 龙皇和鸣 白虎笑天 玄规拓海 金光万虫 璀璨一片 跟古地寻天一样 王腾 王腾驾驭 战车出去了 这是他的一缕化身 背负地界 要去战谁 难道 要与中皇决战了吗 骑士府 秀丽山峰成片 许多人见到了这一幕 都无比的吃惊 一道道人影 冲齐跟了下来 王腾一举一动 都备受人关注 他的一道化身雏形 自然牵动了 诸多人的心神 一路尾随 他是要去 斩东皇的妖孽 什么 圣体叶凡又出现了 他在远处大战 这次多半未夷 九蜜出现了 王腾有志 要收拳 道教九蜜 全部修成 难怪要亲自出手 一路上人影戳戳 数百人跟了下来 骑士府有大半人都被惊动了 都想一读北地风采 九蜜出现 北地出关 金色谷战车风驰电措 一路上龙吟黄鸣 白虎耀天 一片绚烂 大气磅礴 可是 当战车赶到时 战场早已冷清了下来 一切都结束了 守护燕云乱的两大强者败亡 叶凡离去多时了 苦头驼一身死 只留下一脚破烂的僧衣 所有强者都被叶凡毙掉 未有一人 逃过一劫 可惜又错过了 未能赶上 有人遗憾 难得见到王腾出关 却不能见到他的无敌风采 叶凡并不知晓这一切 他早已远在千里外了 与庞博还有李黑水等人话别 倒也不担心他们的安危 北玉第二大寇进来 出没中州 曾拎着吞天魔馆 出现七世府中 后背争锋 他也许不会干预 但有人想取他们性命 活化时肯定不答应 相距三十万里 也不是多么遥远 可常见面 叶凡宇他们道别 一路西去 不得不说 齐世府很神秘 各种古籍都有 庞博为他寻到了很多资料 而今可以推测出一个大致范围了 万年前 中州有一个鼎盛至极的菜族 传承久远 底蕴下人 疑似掌握有九蜜中的一种 可是却在一夜间让人灭掉了 九蜜园自东荒 被人拆散 其中一蜜竟落在了中州 可惜 其他几蜜似乎真的断了传承 然而 更让叶凡心中难以平静的是 菜族的分崩离析 究竟是何人出手 可让一个不比神朝弱多少的古世家灭亡 当年的各种古籍都没有明确的论断 因为没有一点证据与线索 找不到蛛丝马迹 是一桩无头公案 叶凡翻看这些资料 发现当时没有什么结论 但时隔数千年后 倒是出现了很多推测 观点各不相同 有人说 是大夏神朝出手 携太皇剑之极道神威 一剑将菜族打了个灰飞烟灭 还有人说 九离神朝 以极道兵器炼化了这个古老的传承 也有人说 是东荒的人做的 只极道地兵而现 为了收回九密 将中州菜族抹除 未留痕迹 更有人说 此案是西莫佛教所为 须弥山很神秘 不可揣夺 有不适人物坐镇 可以做到这一切 斗战设佛吗 不对 时间对不上 而后 叶凡又见到了很多推理 全都说得很有理 真成为历史遗案了 难以窥头 最后 叶凡见到一篇野史 夹在资料堆中 那有一则惊人的推论 与此前的观点大不相同 不是一群人去杀戮 而只是一个人 相隔万里轻弹了一只 就覆灭了一个不朽的传承 叶凡读到这里以后 机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仅凭一个人的力量 弹指就抹除了一个古世家 这等未免害人听闻 要知道当年的菜族 不比身朝弱几分 这篇野史并没有点名是谁 但是却隐约间的指向一个人 这样的恐怖战力 自古至今也就那么几个人 而在那个时代 则呼之欲出 清帝 万在以前 有一位大帝活在世间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 必是清帝无遗 牵扯到一位大帝在当中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清帝出手吗 叶凡发政 这可是惊人的推论 这个世界最后一位大帝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值得清帝出手 有什么隐秘吗 他轻叹 各种推论难以辨析 过去了太久远的岁月 而今一切都成迷 也只能乱猜而已 西行三十几万里 叶凡来到了一片谷地 见到了无尽的荒凉 无边古墓 环绕着一片废墟